那么这一名恶意阻挡救护车的男子警方也依循着车牌号码找到了他的地址 不过人却不在没多久新店分局就接到一通电话了 说这一名挡车的男子愿意到警局说明同时道歉 那么大批媒体就等候多时还是没有看到这个男子现身 警方私下说真的是敢做不敢当而死者的家属也非常难过 执行中的救护人员也期望派出所要告男子妨害公务 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撕着余老太太的女儿看来非常憔悴 面对媒体询问态度低调 这一次决定原谅吗 没有就交给天主处理 独信天主教家属一早就到了教堂做弥撒 希望余老太太能安息一路好走 今年高龄86岁的余老太太因为中风长期卧病在床 24号晚间病情瞎重 家属紧急叫来救护车 原本就够心急如焚 谁晓得半路竟然遇到如此驾驶 原本预计车程大概四分钟左右 那主要我们大概一分多 那一分多钟里面我们是有大概三十多秒钟没办法做急救 因为人跟患者都是全部都往前冲的状态 那我们必须要把它调回正常的姿势才能继续做急救 救护人员无奈又难过已经提出告诉 不过警方原本接到男子电话 男子表明会到分局说明 不过这时间到了人却没有出现 放了警方一个大鸽子 原来是因为看到媒体守候前晚大胆比中指的他 如今却不敢现身 警方表示会再请男子到案 若是他仍然必不见面 将以妨害公务罪名 将他移送把办 所以我们就会在订阅下来 看尽容是不可能的 都不可能的 这才是不可能的 好 解决的那我们在迅速的 目标 这 都不可能的 工会 都不可能的